秋冬季节的气温变化大 也是心血管疾病耗发的时候 但是国内大约有一半的心律不整病患 平常毫无症状 一发作就昏倒休克甚至会死亡 所以医生就提醒民众 如果发现自己的心跳速度过快或者过慢 都要立刻就医检查 今年七十几岁的谢先生 具有国际潜水教练的资格 本身心肺功能良好 平时最喜欢从事潜水活动 没想到却在一次的水中教学 出现心跳加快 最后竟然昏倒的状况 送医后经过医师的诊断 才知道自己有心律不整 我那个是有预造性的 就是在水里面感觉开始头痛 因为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头痛 后来我就觉得说跟气体可能有关系 引发我这个症状 正常情况心跳应该是规律有节奏 平均每分钟跳动六十到八十次 一旦心跳过快过慢 甚至是不规则在临床上都称为心律不整 根据卫生署公布 九十九年国人十大死因的调查 心脏血管疾病高居第二位 医师的临床统计也发现 国内约有五十万心律不整的患者 其中有近半数的患者 可能毫无症状很容易被护士 心烦它没有办法正常的缩缩 那在没有办法正常缩缩的时候 血液容易零急 因此心烦战动的病患呢 比我们正常心跳的病患容易产生血块 这血块掉下来之后呢 如果塞到了我们脑部就产生中风 如果塞到了我们的心脏就产生心肌梗塞 秋冬天气变化大是心血管疾病的耗发季节 医师提醒民众 一旦发现心跳速度过快过慢 有持续发作 甚至间歇性停止的征兆 就要立刻就医检查治疗 记者我有与陈长辉台会报道